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阿波羅網報導 和李克強大不一樣 李強召開第一次國常會 綜合報導 一帶一路名聲臭了 習不敢再浩大喜功 蓬佩奧捅破習近平與金正恩之間的秘密 歡迎收看阿波羅網副頻道熱點直擊 今天是美國時間3月15號 星期三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和李克強大不一樣 李強召開第一次國常會 阿波羅網記者秦瑞報導 中共總理李克強3月14日主持召開新一屆國務院第一次常務會議 研究國務院機構設置有關工作 討論國務院工作規則修訂稿 在這篇只有900多字的新華社通稿中 李強四次提及習近平名字 並強調國務院首先是政治機關必須旗幟鮮明講政治 並不厭其反地重複了標準的2442 即兩個確立等陳詞爛調 外界注意到 在13日的記者會上 李強在回答記者提問時也曾不斷提到習近平 上述跡象顯示 李強和前任總理李克強的大不相同 在此前國務院常務會議上 李強還再度強調要大興調查研究之風 而在記者會上 李強也提到要突出抓四件事 第一個就是這個所謂大興調查研究之風 在中共歷史上 1961年1月13日 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講話提出 要大興調查研究之風 其背景是1958年開始的大躍進導致的空前的大饑荒 原《人民日報》總編輯 社長胡紀偉曾經撰文指出 1961年 他曾到湖南長沙縣廣伏公社天華大隊調查 他看到了中共所謂的三命紅旗 把中國搞到民窮裁盡 民怨沸騰 惡嫖遍野 萬戶消除 出現了古今中外罕見的和平時期 正常年景下數千萬人失去生命 後來 毛澤東又將罪責歸罪於中央級地方領導幹部脫離實際 印發他早年關於農村調查的文章 要求大興調查研究之風 企圖以此證明 他毛澤東闖了大禍以後 仍然是一貫正確 英明偉大 胡紀偉在親眼目睹接連出現的大躍進大饑荒和文化大革命以及六四慘案後 他認為其根本原因是中共國的制度問題 他說 總結歷史教訓 中國政改必須廢除一個黨 一個主義 一個領袖 一個黨軍的法西斯獨裁政治制度 才能實現符合普世價值的民主憲政 一帶一路名聲臭了 習不敢再好大喜功 江系香港《南花早報》15日報導 始於2013年的一帶一路倡議 可說是中國強化全球經貿往來及拓展全球影響力的布局 至今已有151國參與其中 根據中共商務部的統計 自2013年至去年指 中國和參與這項倡議國家的商品貿易總額逼近13兆美元 與此同時 截至2021年底 雙邊投資總額已於2300億美元 官方公布的賬面數據乍看之下 似乎凸顯中共領導人習近平立主的一帶一路成效卓著 但諸多貧困國家 卻因此淪為中國的債務國而招致罵名 美國約翰.霍普金斯高等國際研究學院負責的中非研究計畫指出 不少非洲國家留下打不掉的壞賬 據20國集團因疫情而實施的債務暫緩償倡議 單單中國兩個債權人 與中國國際發展合作署及減免23國 其中16國是非洲國家的債務 總額於13億美元 約翰.霍普金斯高等國際研究學院統計 中國減免津巴布韋的額度達1億1000萬美元 馬爾地夫2500萬美元 塔吉克4000萬美元 以及肯尼亞3億7800萬美元 至2021年底 斯里蘭卡外債達376億美元 中國持份佔19.6% 儘管北京方面矢口否認 但類似上述不勝美舉的案例 導致一帶一路遭批是債務陷阱外交 也就是使多國落入常貸或常債難的陷阱裡 香港科技大學 公共政策研究學部教授白麗邦表示 將由民企或省營企業主 則各項冠上美化標籤的合作計畫 國營的工程與營造巨甲不再參與其中 如此 這些規模有限的企業或可推動規模小仍可獲利 而且不致債台高築的方案 協力管理諮詢有限公司國際諮詢經理甘伯斯認為 想必習近平在設想修正一帶一路 否則這項倡議將聲名狼藉 同時不立中共的形象 如今很顯然 像是斯里蘭卡與安哥拉和其他政治動盪的國家 都因為實施一帶一路而前創白孔 蓬佩奧捅破習近平與金正恩之間的秘密 蓬佩奧在接受美國之音專訪時披露 我第一次訪問朝鮮 是在2018年的復活節週末 當時我是中情局局長 所以是不能聲張的機密任務 我是很長一段時間以來第一個與這位朝鮮新任的年輕領導人金正恩接觸的資深美國官員 講白了 他當時才剛剛害死一名美國年輕人 奧托.瓦姆比爾被他關押 在朝鮮獄中遭受非人待遇 獲釋反美後猝死 川普總統當時想與金正恩會面 以試圖弄清楚是否有辦法說服他 只要放棄核武計畫 朝鮮人民的生活可以過得更好 我發現他可能一點也不在意這一點 這樣一個完全邪惡的人 我最肯定的就是他的這一點 蓬佩奧在訪談中還曝光了中共介入並導致第二次在核內舉行的 美朝首腦峰會破局的細節 曾有位美國前國務卿到朝鮮會見金正恩時 被對方要求付專機的降落費 我們不應該在這些瘋狂的小事上妥協 我們最終將峰會的地點定在新加坡 川普總統和金正恩之間的訪問引起很大的轟動 他們在那裡達成了諒解 為我在隨後幾個月主導的談判奠定了基礎 但不幸的是 當我們在核內舉行第二輪峰會時 談判卻突然破裂 我後來才通過一些資料進一步得知 金正恩的自由度或許比我們想像中要低得多 每一次在我和他見面 或是在他與川普總統舉行峰會之前 他都會先和習近平交談 聽取前期指示 每次會後也都會向習近平簡報 金正恩甚至有幾次在進入坦率交流的時刻 向我非常明確地表示 其實他本人並不擔心美國在韓國的駐軍 真正擔心美國在朝鮮半島上駐軍的其實是習近平 從某種程度來說 他 金正恩反而還對此非常感激 他也許並不是習近平的完美代理人 中共可能並沒有百分之百地控制朝鮮 但是在糧食供應 難民安置 打破禁運等這些圍繞中朝邊界的問題上 朝鮮仰賴中國 使金正恩顯然必須聽從習近平的指揮 而這個人正在試圖破壞我們所有人的生活方式 以上就是本集的全部內容了 看阿波羅網把握時代的脈搏 贏得生命的先機 感謝阿波羅網會員的贊助和大家的支持 請您訂閱 點讚 轉發和留言 我們下次節目再見